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原本的五个选区变成十个 并且取消名单的比例代表制 果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 而今集的论坛第一集才会是港岛西 港岛西一共有三名候选人 分别是1号的新闻党叶刘淑儒 2号的文建团陈鹤峰 3号的方龙飞 不过方龙飞未能出席论坛 首先我们会给候选人一分钟的时间 来介绍他们的政綱 而当时间到了最后的十秒 会有提示的信号 时间到了之后就不得发言 我们会倒数321 先由叶太太开始 321 多谢主持人 我是港岛西一号候选人叶刘淑儒 各位市民大家好 虽然立法会员是不同地区选出 但他进到立法会是处理全港性事务的 所以我的政綱也是环绕市民最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十四五行 包括一国两制的落实 维护国家安全 贫穷 共同富裕 教育 医疗 房屋 土地 北部大都会的发展 交通运输 通关 如何增加香港国际的影响力 让我们可以享受内循环 外循环的优势 持续发展和环保 以及人权自由和民主发展 今次已经是我第五次参加选举立法会 我再次参选是希望可以透过立法会推动政府的改革 完善施政 为市民解决一些最迫切的问题 特别是土地房屋 多谢各位支持 好 时间到 之后是陈鹤峰 大家好 我是立法会港岛西二号候选人 民建联的陈鹤峰 我其实长期在地区服务 我已经做了三届的区议员 其中有两届做区议会副主席 对地区问题相当掌握 在过去的二十年地区服务里面 我了解到政府很多时有良好的意愿 但是落到地区的实践 就没办法做到良好的实践 就以最近的安心出行为例 政府良好意愿希望推动通关 希望能够香港市民尽快和内地接触交流 但是在实践这个政策的时候 往往就出现了未能使市民去接受 例如我那天去街市 就看到很多反商在投诉 因为很多婆婆不懂得用这个安心出行 进不了街市 反商的街市也冷冷清清 我陈鹤峰长期在地区服务 掌握市民的想法 了解市民的需要 我希望能够将政府的良好意愿 能够良好实践 达到梁政善致 好 无关文陈鹤峰 我们之前也访问过一些街坊 看看他们对这区的候选人有什么 看片段 外面呢 他那时候说建那个 整那个 呃 行人那个海边 现在还是那些船在那里日日落货 那如果应该是一路通到去中环 那个叫做什么 行人海滨长廊 如果那里整到又好 我希望他呢 就不要转这些市政的街市 给了领战发展 我们这些就惨了 交七百万众怎么做 都是在小市民身上拿钱 那肯定是希望香港能够发展得好 能够出的政策的话 能够有利于民生了 比如说住房了就业了 我觉得年轻人的事 希望政府多点关注他们 是不是 那就不用他们说 有示威 因为他们没有寄托 就是对民生的那些呢 要多出点声 不要做影声音虫 好 现在回到我们的第一部分 提问环节 我们会将问两条的问题 每条问题 每位候选人 会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 到了最后十秒钟 会有提示的讯号 时间到之后 就不得发言了 好 第一条问题是 房屋问题 房屋土地问题 是解决香港 深层次矛盾的重中之重 特区政府 已经提出多项的增加土地 供应的对策 另外提出分拆 运输和房屋局 候选人觉得 拆局是否真的帮到手 我们由叶太开始 拆局已经是立法会的共识 多党派都支持 我觉得有必要 因为目前运房的 职权范围太广泛 但要找对人 找对人 找对人才行 房屋问题主要是 土地供应不足 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 特首提出多了很多 开发土地方案 例如容许 发展绿化地带 考虑用祖堂地等等 这些应该早点提出 应该他们 第五份施政报告 才提出是迟一些 如果早点做开发土地 就不会说现在搞到 六年才上楼 我们只是说帮人 三年上楼是不足够 一定要找到土地开发 以及要加快建造 譬如劳工不足 这些要处理 叶太其实还有时间 你有没有事情可以再补充 始终策局是有必要 但要找对人 始终要找对人 我觉得过往 运防局的职权太大 时间到 由陈克风 好 谢谢 其实民建联在特首的施政期望 已经提出要求策局 我们认为今次的策局 只不过理讯了大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过往运防局的职权太大 主要运防局 就进行一个公营房屋 而发展局就找土地 是发展私人土地 去到最后 两边的房屋供应 就不协调 这个现实的状况 其实应该要打破 所以我们提了个意见之后 特首都听了 很高兴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实施 但我同意叶太的说法 刚才除了策局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譬如如何实践三年上楼 如何找土地 所以我们民建联 我自己陈克风也在推动 就是新界北的发展 希望能够发展多些土地 譬如未来的明日大雨 如何能够令到更多土地供应 多土地供应 才能够令到居住的问题得而解决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会全力推动这件事 希望香港市民都能够安居乐业 好 谢谢陈克风 下一个问题也和大家息息相关 在疫情之下 香港每天棄置数以百万的口罩 但政府一直没有做到 有关方面的回收工作 两位候选人对这方面的看法是如何 有什么方法处理会比较好 由陈先生开始 好 其实我觉得政府先要去推动 一个可重用的口罩这个政策 因为本身现在在可重用的口罩里面 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的 反而一次性口罩是有一个标准在 我们当政府立了一个可重用口罩的标准 和使用方式的时候 政府就可以从大力去推动 这方面我认为应该要加紧 第二方面我们当然要推动 口罩产业的回收 比如在外国也有些人将口罩回收之后 去重用 甚至将它融成一块胶 再做其他产品 我觉得特区政府在这方面要加以推动 否则你要靠民间去做这件事 比较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香港市民每天棄置口罩 大部分现在都没有分类 主要都是用在一个家用垃圾的气质 所以政府就要像现在环保局的陆仔店 有一个专门收集的地方 让市民交出去 才能够做到一个重用重收的作用 谢谢 好 谢谢陈先生 那叶太对此有什么意见 我也是觉得应该用重用口罩 我也是戴着一个重用口罩 我就不喜欢用很多电视台透明口罩 因为不环保 政府都推动过这个同心的口罩 都是可以重用的 我知道外国的地方就用布口罩 可以洗和重用 但是对于防病毒就没有那么有效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多些推动重用的口罩 至于如何回收 就是诸家和秉学姐有困难 要是那些口罩都是用合成物造成的 不是纯粹布料又不是纯粹塑胶 如何分类如何回收和分解都是有问题的 据我了解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 认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要不断研究 我本人就希望尽量用多些可以重用的口罩 那叶太太其实现在政府都没有什么措施 你有什么可以补充 希望政府大力推动 因为的确不仅是减少用多些重用的口罩 还要禁止口罩 禁止口罩也要卫生一些 好 谢谢叶太 好 谢谢两位的发言 欢迎回来第二部分的环节 这个部分环节 每位候选人可以问对方两条问题 每条问题的提问加上回应时间为两分钟 在对手回应期间 提问的候选人可以随时反驳或追问 在限时前的最后十秒 我们也会有提示的讯号 时间到了之后 双方便不得发现 我会倒数3、2、1才开始 但是除了改造之后 我们觉得港铁也要改造 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公营的 它是一个公共交通服务 垄断了 它有两个垄断 所有铁路的兴建垄断 还有是最美好的楼盘 地铁上盖楼盘它垄断 我想你也听过街坊说 港铁的人员跟我们说 你想快点建 港岛南线西段 叫政府给多些地我们建房子 我觉得很离谱 因为它们上市公司是为了逐利 你贊不贊成 港铁应该有利润管制 好像电力公司那样 例如8% 它的票价可以便宜一点 因为将来它很多条地铁路线 很多楼盘它会赚很多钱 而且要它将多些上盖的楼盘 拿出来做新居屋 或者是新手指 你贊不贊成呢? 多谢叶太的提问 我完全同意叶太的问题 就是港铁现在已经去带到 一个很大的影响民生 一个重要的情况 事实上港铁是垄断了香港的铁路市场 甚至乎地产 我认为地铁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政府要马上将地铁的角色 移到一个公营服务的空间 而不是将它变成一个私营机构 现在地铁变成了一个地产发展商 变成了一个垄断的铁路服务行业 现在地铁加价市民没有什么出声 地铁卖楼是完全比地产商贵 这种状态其实是完全不理想的 作为地铁是一个公营机构 香港政府是一个最大的股东 香港政府应该要高度介入 避免了这个公营服务 变成了一个逐利的机构 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希望政府未来的立法会 我们会加强推动这件事 其实它还要垄断管理 所有楼盘区都要它包含管理 三个垄断 真是很厉害 对方由陈鹤峰 叶太太 因为你刚才也介绍了 你有五届参选的经验 其实上一届我都看过 你有三座大山要移除 一个就是NPF 一个就是港铁 另一个就是领战 我想了解一下叶太太 你过去这一届里面 你在这三方面 你做了些什么功夫 去推动这三座大山 推倒这三座大山 港铁我经常都推动 在立法会多次提问 是问可否利用管制 政府是不肯的 因为考虑财政收入 目前未能推动它 下届希望你帮忙 另外至于领展 我很关注 我2019年2月 我提出一条私人条例草案 要规管公共屋邨 居屋商场加租的幅度 但林太太不接受 你也知道 譬如屯门 安定友爱邨 商场50亿领展 买给机会 而我了解机会买之前 老闆见过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也不反对 而租金是由以前房委会管理 几千元一个鱼当 加到十万八万 但现在管理领展很难 因为它卖断了 正如你所说 它都好像港电 做了发展商 它是澳洲外地 它是澳洲做发展 在内地做发展 它卖散了 你知道有些屋邨 南区也知道 尼东 兴文 有国际行校 所以人家做生意太厉害了 公务员是没有发展 这些学校商界这么多 叶太你本身有什么想法 去限制这些商界 即是公营机构的 参与社会服务的时候 利润的管制呢 第一 就是目前的竞争条例 力度完全不够 我们一定要压止这些垄断 要多些帮中小企 是吧 那希望下届你帮手 是吧 好 一起来 我们一起不如 时间还有一点 321数完 陈老峰 其实一起苛城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问题可以继续追问 由你开始 好 叶太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港岛西 今次的范围比较阔 包括中西区、南区和尼岛 当中也有很多渔民团体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多渔民在香港仔 长洲、大澳等等地方 其实过往政府 在政策上 对这些渔民团体 都有所亏欠 尤其是当发展的时候 那个赔偿的政策 通常都不清晰 甚至乎也都在升级转型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帮助他们 去做这个动作 我想看看叶太 在下一届立法会 你会如何去协助 这些渔民团体 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 因为我自己在这段时间 我都走访了他们 很多团体 都了解了他们的需求 我也很想听下你的意见 我知道 我很羡慕你学风 你去到很多尼岛 我因为要兼顾其他区 帮我的党友 我只是去长洲 大鱼山 东涌 其实我也有很多渔民朋友 其实特首行政掌盔 过往是给个五亿 农业发展基金 五亿鱼业发展基金 有很多钱给他们提升 他们的技术 发展新的鱼业 譬如养香港的大摘蟹 小龙虾等等 你知道农业也有水道 其实也有红柚的补贴 但问题现在是 世界贸易组织 在谈一个鱼业发展的协议 就会取代补贴 境外的补贴都不准 你知道我们的渔民 去到内地原油有补贴 将来可能都不准 还有红柚可能都不准补贴 所以政府现在在研究 目前那些协助渔民的所有基金 如果这个协议是今年年底 通过 我们全部要修改 那些鱼业组织全部都知道了 政府会咨询他们 我们会密切留意 世贸组织 会不会通过这个鱼业协议 然后看看如何协助渔民反映意见 修改政府一切的提升技术 资助的计划 等它去符合这个世贸的要求 谢谢业太 业太你也有两分钟的时间 可以再质询陈和福 学峰 你对于鱼业又怎样看呢 他们很反对填海 你又说之前明日大鱼 明日大鱼很大规模的填海 每次见到渔民 他都向我投诉 政府和渔民争海 你又要帮渔民 你到底是否支持明日大鱼 你觉得还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因为我们北部大都会发展 明白 明日大鱼本身是对香港长远 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土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现在有新界北的发展 但新界北的发展都是要收购土地 明日大鱼很不同的是什么 它是一个创造土地 它是能够制造土地的处备 而且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时间表 因为它所有的土地可以重新规划 重新按时间表去处理 我认为明日大鱼对香港融入大湾区 发挥了一个极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西门囊 由这个港珠澳大桥去到大鱼山 再博通明日大鱼 再去到港岛 形成一个西部走廊 将香港金融服务业 因为中环已经不够空间 未来移到明日大鱼部分 形成了北创新南金融 这个双核心状态 我认为这个才是香港 未来发展一个最重要的策略方向 当然我完全理解 田海一定会对渔民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最近都跟他们沟通 其实渔民也理解在明日大鱼附近 他们比较少去做一个捕鱼行动 但是在附近有很多养鱼的行为 这方面我就认为 政府要多些跟他们沟通 做多些补贴 甚至乎升级转型 升级转型是什么意思呢 不只是付钱 其实付钱是很容易解决 但是钱不是所有东西都解决得到的 你要协助 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带人去协助 你看看内地 其实养猪都已经用5G了 我们香港养鱼还用传统技术 政府有责任去帮他们 去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 令到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时间到 谢谢陈日风 两位候选人的准备资料都非常丰富 最后到拉票的环节 一个人聊一分钟 最后十秒也会有提示的讯号 我会倒数321开始 我们先由叶刘淑宜开始 叶太 各位选民大家好 我是叶刘淑宜 今次已经是我第五次参选立法会 我想重新加入立法会 的而且确是想推动政府改革 我们看到政府有很多旧思维 政府的公务员系统 基本上是程序推动 不是目标推动 做什么都是咨询很多次 比如刚才我们说过田海 那些北部大都会发展 如果跟目前的环保条例 多次咨询或者承规会的条例 根本没有可能20年做到 北部大都会发展 或者是起到这个明日大月的 我们每一条铁路都是延误 每一条公路都是延误 这个团尺隧道也是延误 所以政府很多事情要推动改革 我们进入立法会 就是正如学峰说 我们了解民意 了解地方实际的问题 是推动政府改革 切实可行解决 我们最逼切的民生社会问题 好 谢谢 谢谢 陈鹤峰开始 我由三二一开始 好 三二一 大家好 我是立法会港岛西二号候选人 民建联的陈鹤峰 透过选区期间 我亲身去到很多不同的尼岛乡郊 去到南区 去到中西区的市民当中 去了解他们的生活需要 看到政府过往的规划 只是透过一堆冰冷的数字 这里不够人口 所以我们不发展铁路 这里不够人口 我们连通讯网络都不会提供 作为一个政府 最重要的就是 照顾市民的医疗 医食住行 如果连这些基本需要 都没有办法提供给市民的话 作为市民又怎样会开心呢 我认为 我今次入立法会 正正就是要打破政府这些僵硬的思维 政府官员这些只是靠数字 去做规划的动作 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在12月19日 港岛西头2号 陈鹤峰 多谢大家 谢谢陈鹤峰的发言 好 这一集的立法会选举论坛 暂时告一段落了 下一集我们会邀请港岛东的候选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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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按下这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 明天 请不吝点赞